大卫因为怕击世的儿子扫罗,躲在喜格拉的时候,有勇士到他那里,帮助他打仗。 他们善于拉弓,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,都是汴亚敏人扫罗的族弟兄。 为首的是亚西以谢,其次是约阿施,都是基比亚人士玛的儿子,还有亚斯玛威的儿子耶靴和皮利。 又有比拉加和亚拿突人耶护,其变人以什玛雅,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,管理他们。 还有耶利米、亚哈西、约哈南和基德拉人约萨巴、伊利乌塞、耶利摩、比亚利亚、士玛利亚、哈利福人士法提亚、可拉人以利加拿、耶西亚、 亚萨列、约以谢、亚朔班、基多人耶罗汉的儿子尤拉和西巴蒂亚。 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,都是大能的勇士,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。 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,快跑如同山上的路。 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,至小的能抵一百人,至大的能抵一千人。 正月,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,他们过河,使一切驻平原的人东奔西逃。 又有遍雅敏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,大卫出去迎接他们,对他们说, 你们若是和和平平地来帮助我,我的心就与你们相弃。 你们若是把我这无罪的人,卖在敌人手里,愿我们列祖的神,查看责罚。 那时,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,他就说, 大卫啊,我们是归于你的,耶稀的儿子啊,我们是帮助你的,愿你平平安安,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,因为你的神帮助你。 大卫就收留他们,立他们做军长。 大卫从前与菲利士人同去,要与扫罗征战。 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,大卫却没有帮助菲利士人, 因为菲利士人的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,说, 恐怕大卫拿我们的头归降他的主人扫罗。 大卫往喜格拉去的时候,有马拿西人的千府长,雅拿,约撒拔,耶别,米加勒,约撒拔,以利护,喜乐泰,都来投奔他。 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,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,且做军长。 那时候,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,这样就形成了一支大军,如神的军队一样。 预备打仗的兵来到西伯伦见大卫,要照耶和华的话,将扫罗的国位归给大卫。 他们的数目如下。 犹大之派,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六千八百人。 西缅之派,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七千一百人。 立位之派,有四千六百人。 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,跟从他的有三千七百人。 还有年轻大能的勇士撒都,同着他的有族长二十二人。 便雅敏之派,扫罗的族弟兄,也有三千人。 他们向来大办归顺扫罗家。 以法连之派大能的勇士,在本族著名的有二万零八百人。 马拿西半支派,策上有名的共一万八千人,都来立大位作王。 以撒加之派,有二百族长,都通达十务,知道以色列人所该做的,他们族弟兄,都听从他们的命令。 西布伦之派,能上阵,用各样兵器打仗,军队整齐,不升二薪的有五万人。 拿佛塔利之派,有一千军长,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,有三万七千人。 弹之派,能摆阵的,有二万八千六百人。 亚瑟之派,能上阵打仗的,有四万人。 约旦河东的吕汉之派,加德之派,马拿西半支派,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,有十二万人。 以上,都是能守成队的战士。 他们都诚心来到西伯伦,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 以色列其余的人,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。 他们在那里三天,与大卫一同吃喝,因为他们的族弟兄,给他们预备了。 靠近他们的人,以及以撒加,西伯伦,拿佛塔利人,将许多面饼,无花果饼,干葡萄,酒。 油,用驴,骆驼,骆子,牛,驼来,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,因为以色列人充满欢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